咱们来看这把比赛 怪战方的话是纳兰轩的一个魔封寸 这个封寸的一个实力算是一般偏上一点 对战方风筝的一个武装罐 可以说是绝对的一个超一线的一个武装 对战方风光给到宝宝 怪战方大龙龟是厉批的 怪战方后排锥子应该是有剑魂闪 想拭散掉对战方的一个把防 怪战方现在并不着急解开自己 还是一味的给对面甩铃铛 哦 这应该不会一个电话权宝宝 应该就是个单纯的锥子想挡一手控制 利批取批对战方的一个后排 不得不说对战方宝宝的一个硬件还是非常不错哈 对战方在齐罗汉对战方并没有召集图宝宝 咱们看一看这个魔防顺点没点那个无视法防的那个精卖啊 你 怪战方分身先藏进去 分身的话会给这个五雷做增加20%的一个法伤 怪战方秒过去 纵使对战方有法防秒出去的一个伤害还是非常的可观 但是秒的一个单位是太少了啊 怪战方看对面哪只宝宝上分光 这只宝宝就去限制对战方宝宝的一个出手 怪战方 对战方应该会一直就是一直一直会上法防啊 这个对战方的一个法防基本不会断啊 就罗汉啊罗汉不会断 这对观战方其实是很难打 观战方只能继续电电三千这个输出的话并不是特别的高 对战方 大 冠战方拉了一只高弓的一个童子, 冠战方的一个宝宝质量和对面比的话还是差很多, 冠战方的一个宝质量和对面比的话, 冠战方的一只高弓又是差一点, 这样的话其实冠战方就很难玩了, 双方的一个节奏打得也是非常慢, 冠战方喝酒, 应该喝酒还是想继续补罗汉, 现在观察方这点伤害的话,想清掉对待方一只宝宝都很难,反而是观察方的一个宝宝,是把持续的被对待方给打飞。 这只能在攻占他们,它将冲删的快乐 ب物代表一只剩 by再物贮大。 但是我们要干净的,不可能有这一敤男别的战略就能离成了关注。 上评券是很用的。 这是发病的战略加热的战略。 又有明显,似乱的战略加热的战略拥战。 我感觉,就是战略加热的战略加热。 现在的战略加热弹的战略加热。 對南方羅漢根本不斷啊 冠材方寶寶再飛一隻 此時冠材方的話現在已經是一個寡寡四六了 這兩方真陽令旗再給到寶寶這就是運營啊 這樣的話這隻吸血鬼騎錢壁壘再拿對面寶寶全帶真陽令旗啊 好可惡 好可惡